这个话呢听起来似曾相识 同美西方一些人关于在奢华问题上制造煽动害人听闻的荒谬谎言如出一辙 不过呢又是在玩狼来了游戏 借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污蔑中国 我们已经多次声明 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 犯罪事实确凿 两人对于犯罪的事实公认不讳 并且呢亲笔书写了认罪毁罪的材料 那么众所周知 美国是人质外交和胁迫外交的开山鼻祖 这张专利的发源地和指挥部都在华盛顿 我注意到日前阿尔斯通的前高管皮耶鲁奇接受了CGTN的采访 那么他在接受CGTN采访的时候呢 就坦言 我没有孟晚舟那么幸运 我的公司并没有向我提供那么强大的支持 我的祖国也没有给我提供强大的支持 从孟晚舟事件中我观察到 整个华为公司从头到尾都在支持它 同时在外交领域 中国也为达成这项协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也许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会说出来 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应该为孟晚舟事件的结局感到欣慰 因为这确实是第一次有国家正面的回击 美国疯狂的墙壁管辖 美国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